一切佛是什么呢 一切众生的发心是一切佛 一切众生的发身是一切佛 人人都有啊 一个也没有少调啊 解法 法是教训 圣贤的教训 僧是正在这里修学的 这些人 他们这些人在 从这个教学当中明白过来 断一切佛 修一切善 在这个地方做 转烦恼成菩提的工作 他在学习 在搞这个 那么我们今天是制成供养 这叫大智商工 上二不二为真发心 前面讲的背影下旧 沿途共复 对一边所说的大智商工 这是一不是二 这就是真发心 所以诸位一定要知道 这个经讲到华语 是讲到究竟圆满 究竟圆满里头 决定没有对立 那么我们学佛 你为什么说不要经济 你处处跟人有对立的念头 所以 活血得不到 这个活血 首先是自己的身心调和 外面呢 眼耳鼻视一身 里面五脏六腑调和 活血先从这里高起 那怎样才能达到和谐呢 就内心里头 跟一切人没有对立 跟一切事没有对立 跟一切无 无神 天地万物 我们通常讲啊 出身 莫鬼地狱统统没有对立 你自己内在调和了 内在活 然后才能活外面 活外面境界 里面有对立 这个我喜欢 那个讨厌 这个活从哪来 是今天的世界 世界有没有死 没事 那这个冲突 到底发生在哪里呢 发生在什么地方呢 给主说 发生在大家 面子放不下 你看冲突的租群 冲突的宗教 冲突的国家 如果我们有圆界见面 让大家的时候 把面子稍微放下一点 问题马上解决 面子是假的 不是真的呀 面子是什么呢 就是知识 就是分别知识 造这么重的罪业 你造作的这个罪业的时候 得要赴英国财人 英年国报 丝毫不爽 所以这个 神仙教育重要了 你懂得 伦理的教育 伦理教育 讲到极处 就是宇宙是 是一体 能得讲到极处 从父子有亲 起乱 讲到最后 是整个宇宙是一体 一家人 讲一家 还不贴切 真的是一体 这个道理太深了 华言里面讲到 讲到尽头了 道德 就是我们 跟一切人 一切四一切无 相处的规范 这个规范 不是哪个人发明的 不是哪个人 这个创造的 是自然的 完全是 大自然的法则 邂逅我 活目 活血 这是神仙教育 这是道德 因果 就是你晓得 这些关系 善因善苦 我因我保护 因果在哪里呢 因果在舍法界 特别是在六道 那为什么不讲 划脏世界 不讲极乐世界 那你没得讲 那已经一体了 所以 可以思维的 可以 说明的 是法界意向 是法界意向 看口 别错 动力 且怪 他也提 心是法性 神是法神 变法界 虚空界 是自己 这种 这种 没有法子 形容 欺辱 欺辱 这个境界 这是大乘法 一成教的 教学 总结的目标 所以你要想得 不二 那就是 真的法性 二 注意想想 就是对立 有火 有你 对立 二 一呢 你五十一 不是二 这个离 很深 昨天 我收到一个讯息 伦敦大学 传来的 希望我 跟他们讲 谈谈 佛教哲学 这花烟 这修 波罗万象 就是不二 这一条 就真是智慧 人 真正 欺如不二 什么冲突 都没有 所有冲突 都从二 从对立 里面产生 做到 波罗万象 的时候 冲突 没有了 矛盾 没有了 对立 没有了 得 大自在 成 大 智慧 阿 祢 佛 阿 阿 你 陀 佛 阿 bonded 佛 郑 佛 阿